大家好,3月10日 今天和大家去到灣仔地鐵站A3出口 A3出口繼續去找那些朋友 過幾星期沒有出來 昨天都去了幾間標鋪 今天繼續再去多幾間 看他們現在的鹽房 之前如果大家記得灣仔地鐵站出來 那就是有一間新寶寧 新寶寧中標珠寶 之前都介紹過他們的一碟標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他們其實搬了舖 搬了舖因為疫情關係 都搞裝修都搞了一輪 這個地鐵站出口出完之後 左轉 左轉其實走不夠兩分鐘就到了 OK 現在帶大家去看 他們 對 裝修了一輪 現在都開始營業了 OK 他們也有 例如大家熟悉的 Paul Peacock 和Delma 他們都是AD 當然也有他們自己 很多年前自己印入的一隻 瑞士牌子 叫做Talos Talos 就是他們自己代理 自己賣的 OK 那現在 和大家去找找 辛寶寧 辛哥 和阿Sam OK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很多Talos 的款式 可以讓大家選擇 Talos 是一隻瑞士牌子 款式又多 對了 男裝 女裝 都有的 OK 那如果走開灣仔 都可以來 新寶寧 中標珠寶 來選客 OK 拜拜 好了 這裡就是這個 灣仔的消防局 對面當然是環鴨標行 現在和大家去環鴨標行 我看到梁哥 做了這個門神 哈哈 現在在環鴨標行 就和大家介紹兩隻IWC 一隻就是IWC的金標 就是大家所見的這隻 OK 就IWC 377721 就是一隻金標 Chronograph 18K金殼 來的 就是小王子系列 OK 這隻是它的 43mm的金 Case 它就是一隻限量版 限量只是250隻 OK 其實已經停產了 這隻就是250隻 其中一隻 43mm Case 的厚度 就15.4mm OK 那 這隻 power reserve 就是44個小時 power reserve 即是這隻 已經絕版的IWC 小王子 金標 Chronograph OK 在環鴨標行 就很難得 找到一隻 是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來 看看實物 跟他們 談談 價錢 講 都是十幾萬 十幾萬 我給大家 跟他們 去談 有興趣的朋友 先來 跟他們 講價 OK IWC 這隻 小王子 金標 另外 又是小王子系列 這隻就是一隻 追針 一個 Split Second 小王子系列 這隻 限量是1000隻 的鋼錶 來的 這隻 的型號是371807 那 鋼錶 OK 就是一隻 Split Second 的鋼錶 那 這隻 鋼錶 截了 大哥 是不是都十萬 留下 是的 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來 環瓦錶行 看看實物 想買的 才跟他們講的 折扣 OK 今天在環瓦錶行 就跟大家介紹 這兩隻 IWC 小王子系列 一隻金標 一隻追針的鋼錶 OK 多謝